崔永元自曝遭税务局刁难警察三次传唤追问合同来源,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爆料中国娱乐圈阴阳合同逃税事件后,女星范冰冰遭到中共税务总局罚款8.8亿元人民币,如今案件终于落幕昔日崔永元自曝受税务总局刁难警察三次传唤他追问他手中阴阳合同的来源广告 到10月7日,崔永元在新浪微博发帖说,他已经第三次被中共税务总局叫去问话最后一次多了两张陌生面孔,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出示证件,对自己补充,提供的阴阳合同证据看都不看 崔永元还说警察拐弯抹角的询问,他从哪里弄到电影大轰炸的相关合同一高一矮两位越问越级终于人情毕露 崔说这合同是从垃圾桶里捡的一旁的国税总局人员大声喊道,把这个给他记上崔永元认为,这两个身份不明的人不出示证据,随意传唤审问公民是违法的 他要求国税总局予以合理解释,对方趁要请示领导但至今无下文 另外,上海公安局经侦大队也对崔永元参与的所有公司进行了彻底调查 对崔以前的助理,也不断寻查彻验寻查 崔永元认为他之所以遭到刁难,原因是参与电影大轰炸的 既有演艺界大腕,也有上海经侦的警察 那些警察很腐败,曾经当着他的面喝两万元人民币一瓶的酒 抽千元一条的烟几十万的现金,用个书包就提走 崔永元于五月底开始爆料娱乐圈以阴阳合同逃税事件 搅动大陆舆论并波及了整个娱乐圈 引来北京当局出手整顿娱乐圈 女星范冰冰在失踪四个月后,中共官媒10月3日称 范冰冰逃税案有了定论缴纳8.8亿元人民币可免与刑则 崔永元9月24日对明报称,自己爆料添加一阳合同 就是在暴私仇与反腐无关 崔永元说四个月以来,他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三千多份材料仅还一兄弟 营业的就有一千多份他还趁自己也接到利益集团或范冰冰粉丝的死亡威胁 其间他报警近十次军委立案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频频被约谈或传唤,使其仍存担忧 他说,已将部分重要资料备份藏余多处若危险,会将其公知仪式报道说 崔永元所指的暴私仇对象就是导演冯小刚,作家兼编剧刘振云,和明星范冰冰,以及怀裔兄弟影视公司 他们之间的恩怨起于15年前 2003年,手机拍成电视剧和电影 由冯小刚指导的电影版,手机中有个优势演谈话节目 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由于手机发生婚外恋 后来严守一患上了抑郁症 由于崔永元当时正主持央视时话时说节目 而且他的确多年患有抑郁症 很多影迷认为严守,依旧是以崔永元为原型塑造的角色 崔永元当时也曾发表万字文章抨击手机 电影崔说如今我出去还有人说我是 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 今年5月10日晚冯小刚发微博 公布电影手机二概念海报 编剧刘振云,主演葛优,范冰冰,张国立,徐帆 范伟手机,电影的原班人马悉数回归 立马,迎来崔永元怒对此事件越闹越大 搅得整个中国娱乐圈震动 也撼动了资本市场 美国之音 引述北京独立学者的分析 说本次由崔永元担当的这场娱乐大戏的主角 其前台幕后应该都是中共高层政军之间的角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